金牛座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好久没见 那那么久没见 我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 有一些朋友说我变胖了 还有大家可以看见我这个小豆豆 非常的讨厌 那无论如何呢 在这个农历的正月里面 金牛座呢 你们会有一些烦恼 但是其实这个烦恼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 那是什么样的烦恼呢 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那个形象 那个星图 那你们的那个守护性 金星在很舒服的位置 在上一座 那我们叫这个做一个exaltation 在就是讲国语的话叫 我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读 但是就是 其实连那个广东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就是什么 这是 月星 若 月星 月星对吧 我不是很清楚 OK 就是exaltation 就是一个很兴奋的位置 很开心 很高兴 OK 那 金星 你们的守护性 但是呢 但是呢 同时 在 射手座的那个火星 就是一个不好的火星 对吧 冲突 它跟你们的那个金星 形成了一个四分相 所以就是冲突 再冲突 OK 然后我们要知道 火星是你们十二共 还有你们七共的那个守护性 所以呢 为什么你们会不高兴 就是因为你们呢 在一些 在 施舍的那个过程 在 给予的过程 在 去帮助别人的那个过程 你们觉得不公平 你们就是 做好事也做得不高兴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是 不要得的 因为 我们说嘛 是 比 受 更有福 对吧 那为什么你们要 去帮人 又要帮得不高兴呢 或者是说呢 人家帮你 但是你们觉得 哎呀 他帮得不够 但是你们要知道 人家不是一定要去帮你的 对吧 所以我就是说 你们 你们自己是 自寻烦恼 对吧 其实你们应该要 感恩 你们有能力 去帮助别人 是你们的福气 就算别人 他们不 不感恩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那个 他们自己的那个修为 不够好 对吧 那如果人家帮你们的时候 你们也不要去 尽尽计较 因为我就是见到 就是因为七公 还有十二公 就是说 那个奉献 去 去牺牲自己 去帮助别人 还有就是那个 去比较嘛 就是有这个能量 就是会令你们 感到不是很高兴 那我请大家 不要去自寻烦恼 要多一点去感恩 还有就是 因为毕竟也是新年了吧 对吧 所以不要在第一个月就 弄到自己很不高兴 那最后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新年快乐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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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